HELLO 大家好 今天會和大家追蹤一下MIRROR的禁方 因為第五波的疫情嚴峻 無線在上星期都有幾位職員和藝人初步確診 已經即時停廠一個星期 並且進行大消毒 以保障藝人和工作人員的安全 而ViuTV劇集櫃前賽也傳出停泊的消息 由MIRROR成員姜濤、陳卓妍、呂雀安、優士俊 主演的劇集櫃前賽在本月開拍 不過開拍不久就因為太多CJ問題 有不少人長時間守候拍攝場地 已遭到附近的鄰居投訴 而警方曾經向劇組表示 隨時都會根據599G法例作出嫖空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可以給我一個Like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也可以按訂閱和按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精彩片段 其實在疫情當下開工確實有危險 雖然劇組人員每天都要開工前進行快測 但早前Stanley拍攝時都感到不惜 期間還發燒 令到工作人員都非常擔心 有指近日疫情越趨嚴重 而衛生防護中心亦以未見底作為評估 而季前賽為了藝人和工作人員的安全和健康再想 即是在暫停泊一個月 至於停泊時ViuTV仍未作出任何回應 但近日MIRROR成員 他就標籤Stanley並寫著晴晴是愛我的 之後就刷出與晴晴的愛的對話 聽到晴晴問姜濤睡覺了嗎? 原來是晴晴還有15分鐘就要去睡覺 而這段時間感到無聊 所以就找姜濤 之後姜濤就說Good night 非常之sweet 之後他就向Stanley說 看看吧 他悶都是找我 怎料Stanley見到馬上反擊 他說 少年你太年輕了 同樣上傳了一段和晴晴的錄音 見到晴晴同樣問 睡覺了嗎? 隨即還說 我當然有想念你 你有沒有想念我? 而Stanley就標籤姜濤 而且非常風騷地說 Sorry 見到兩人因為晴晴而鎮風合操 場面真的非常搞笑 另外姜濤昨晚也在社交平台 post了一系列他拍攝的照片 他是這樣寫的 他說畫面逐漸崩壞 就見到姜濤一開始的相片是非常認真 之後就變得非常搞鬼 有姜濤就說崩潰到那麼帥 也有姜濤表示 說帽子一樣都是那麼帥 更加有姜濤就說 哪裏有崩壞呢? 每張照片都是那麼漂亮 更加有姜濤就說 他的表情很正 看來姜濤只要見到姜濤 他們都會非常開心 另外姜濤之前在社交平台 亦都發了一些他自己的照片 他就說 許過遠 世界和平 十胎有新的想法 看來姜濤已經落實 打算會出第十胎 不過至於是什麼主題 就還未有透露 至於不止姜濤都在下方留言 他就說 相信樂夢會過 健康和和平 也都期待十胎 更加有姜濤就說 非常期待他的十胎 希望世界和平 而每次見到他的新作品 都會帶給他們正能量 另外 也是一個非常開心的新聞 電訊營科在早前公佈去年業績 點名指ViuTV 憑著MIRROR效應成功扭轉 由蝕變賺的局面 不但廣告收入大增至6.15億元 而且ViuTV相關的業務收益更加狂賺8億 在逆時中能夠比上年增幅10倍 有傳電訊營科已經發公告 表示將會派4千萬的分紅作獎勵 即是說 花姐MIRROR和一班ViuTV當紅的藝人 都應該有份 據悉電訊營科也會向指定的一些僱員 派發1千萬的股份作為獎勵 而在25日 股價是4.36元計算 分紅價高達4千360萬港元 ViuTV賺錢分紅到香港娛樂圈 這件事可以說是奇境 但其實在生產KPOP偶像的韓國 同樣有試過經紀公司會大賺錢 而派一些分紅的例子 例如是Big Band、Black Queen 或者是Winner等等的團體經紀公司 YG娛樂在2015年 因為它的純利潤已經達到 約240億的韓元 即是大概1億5千萬的港元 決定以每股350的韓元 大概是值2.26的韓元 然後就作現金分紅 大概分了是57億4千萬的韓元 而少女時台、Super Junior等等 經紀公司 SM娛樂則在去年2021年 成功轉規為益 而順利也達至1,234億的韓元 所以是創立以來最高 因此就宣布進行每股200元的韓元作為分紅 除此之外 BTS成員各自都收到6千萬市值的股票 在世界蛋之稱的 韓國天團BTS防彈少年團 它所屬的公司Big Hit娛樂 現在就稱為HYBE的娛樂 在2020年剛剛上市的時候 它的價值達到646億的韓元 它將47萬8千多股的股份 贈送於BTS這7名為公司大賺的大功臣 每名成員得到92億的股票 算是一個小屬席 直接將公司股份分給藝人的娛樂經紀公司 當時受到極大關注 如同MIRROR也因為公司賺大錢 而有望排到股份 就像BTS一樣 絕對可以稱得上香港的BTS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按LIKE我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 也可以按訂閱和按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精彩的片段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